一口氣滑入冰凉泳池 再熱都能瞬間吐心涼 離花運動公園 夏日限定水樂園 碰上高溫 一天就能突破4000人次 而且感覺不一樣 很刺激 最近的溫度真的是比較高 不過今天有雲 感覺就差很多 好舒服 帶小孩出外玩 對 北台灣民眾入道都不得 不過台南增溫水庫 卻出現高聳入雲的強勁龍捲風 讓民眾驚呼連連 全台天氣不穩定 就是因為青台尼達 正在悄悄進逼 根據事項局預估 尼達路徑將從呂宋島 行進巴士海峽 再到東沙島 不排除掃到香港 雖然今晚到名城最靠近台灣 但發布海景機率並不高 巴士海峽 東沙島 海面 這些區域 整體的影響來看的話 如果依照現在路徑的預測 海上警報暫時不會發布 尼達雖然對台灣影響不大 但人不排除強度在增強為中度 提醒民眾注意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31號接近午夜起 東半部地區就將出現雨勢 1號花東 恆春 西南部地區 也會出現零星降雨 受到被風沉降影響 上午新竹已經標出36度高溫 加以以北高溫更可能突破37度 想降溫 恐怕海頂再等等 遇到無親距離培訓 台北報導 ню要 當時ist的內容 穆船 部隊